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还是有很多运动员 他们愿意以身犯险的去服食禁药的 以身犯险去冒险去服食禁药 那么俊杰你作为一个运动员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为什么他们愿意去做这回事情呢 服食禁药 这种服食禁药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 刚才就像道手说 可能是就误刺了 或是怎么样 但是以我以前运动员的那个时候 我是绝对不会去碰这些东西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朝一个梦想前进嘛 我们的目标就是 帮这个马来西亚拿下金牌 或者是得到更好的成绩 所以我们通常运动员是 不会去犯这种错误的 可是不是会因为他说 可能我就是背负着很重的那个 我要帮国家夺下荣誉 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心理压力 提过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或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就是以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方式存在在一起的那个时候 不会不会同伴之间可能 这一个武术学会可能这个国家或者是什么 你们同伴之间的竞争力啊 可能也会让你们有很大的这个 很大的想去扶持这一个使用 使用这个金牌让自己可以脱颖而出 有听说过 这个在我们之前就是武术的例子 是没有听说过的 就说好像这个大马运动会我也参加了很多次 然后就好像这些国际的东运会啊 世界赛我都有参加过的 通常我都没有听过这一类的消息 就说好像比如说我需要强啊 或者是今天我的表现需要更好啊 去服用一些药物 就说我所认识的国外朋友 或者是国内的朋友是没有做过这一类型的举动 这样可能俊杰是比较坚实的相信 这个运动员是要在公平的公平公正 甚至是朝一个梦想前进 我们秉持的是运动员的那个梦想 那这传媒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听过 听说过一些运动员可能是抵不住诱惑了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也之前也发生了好几宗啊 90年代就是我们的这个腾球队 然后在2011年的时候 我们的冬院会的选手就是借力赛的 也是他们夺得了金牌 但是最后也是被验到是复食这个禁药 当然我们不排除也有选手是有意去复食这些 但也不排除是教练 是选手不知情的情况下 教练给他们复食的这些禁药的东西 我们不排除这些 但是如果以最近发生的这两件事情 我还是觉得运动员他们没有那个 intention 他们没有那个意识 没有那个意识是要故意去复食那种禁药 我是觉得啦 然后就好像刚才他分析的就是可能就是他们是有一些疏忽或者是不小心 因为以前我们所知道的以前那个禁药就是挖达他们列的禁药可能只有几十种 然后到后来最新呢 对的就已经到了五到六百种了 所以可能在我们本身的在知识方面 我们的国家体理会的知识方面 我们选手运动员本身的在这方面的知识方面 我们不完全了解 没有一百八仙的了解 因为即使我们在外面随便吃东西 我们很难担保它是有化学的加工品这样子的东西在里面成分 可是我总觉得是说 因为我知道一个职业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是非常的短暂 可能你们从周手到国手这一段过程中是很煎熬的很艰难的是不是 可能做冷凳的机会比你上场比赛的机会更多 也有这个可能 是不是 我总觉得可能在会不会是想说 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面留下一个很精彩很光辉的 不会说我自己当初加入这个体坛 然后我就毫无作为毫无建树这样子 会有个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照我推理 因为好像最近发生这两个选手 一是李宗伟来说 他已经所有名义都有了 虽然他不是说拿到世界冠军这些 但是他的实力大家都已经认同了 我认为像这样子属于这些顶尖级的球员或者运动员 他们不会停而走险 因为这种一被查到了就是名义少帝了 他过去所有付出他的努力都是白费了 所以好像戴巧玄这种运动员 他也是在国际上也已经打出了名堂 他在供应会也有拿到了奖牌吧 所以他也不需要就是为了那 区区一个赛会的一个奖牌而去冒这样大的危险 就是这样大的风险 您您有什么看法 对从药物的方面来看的话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李宗伟的话 他被怀疑使用的是一个叫做Dexamethasone的药物 其实这一类型的药物在我们医学上面真的很有很广的医学作用 比如说抗敏感 消炎 或者用一些紧急的药物上面 我们都会用这个Dexamethasone 所以他的药物的医学作用真的是太广了 很多情况下 而且对我来讲 对我对Dexamethasone这个药物的认识来讲 我觉得如果一个运动员有心有意 要去使用这个禁药来达到一些目的的话 他不会选择Dexamethasone这个药 他会选择可能更强了 因为Dexamethasone对于整个anabolic 就是身体强壮的帮助 不会怎么打 反而可能你还没有达到那个作用 你已经有了副作用了 所以对于这样子的情况 我还是选择相信 我们太早下定闻了 我就DS turns 自己胡歌 最后想生了 隐责 估益 原因 我们